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腿谷 然后这是一些我有一些简历 然后我写过Bypass HS 就是很多游戏都习惯用的那一套防护软体 然後也是現在的Decoration of Hacker的南區召集人 然後去年SitCon 2014也有來講過一場 然後現在也在前面中聯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電腦委員會打過功 現在也是Vivotech的資安實習生 這次Vivotech也有贊助在這邊 然後現在也是個十大學生 我比較習慣用的語言是ASM组合語言跟Visual C++ 然後對逆項有一點點研究 然後為什麼我今年又投稿了 因為在SitCon去年2014的時候 我幫這位莫風大大現在坐在第一排 然後成真女友 但是到現在2015年了 他依舊還是單身 所以希望他今年爭得到 這爭得到 等一下有延遲嗎 透明片有延遲 然後那就直接正題開始 逆向工程 一般來講大家對逆向工程的印象就是可能你寫的軟體又被破解了 所以一般來講都是被拿來做壞事嘛 但是今天就難得把它用在正向的用途上面 然後要聽得懂這樣short talk 需要會一點點組合語言 然後摸過一點點立向工程跟一點點PHP 所以現在要出去還來得及 然後每次要做奇怪的事情之前 奇怪的事情之前都會有個故事嘛 故事開始 我之前有在前面打過工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那一棟就是前面 大家走進來應該都會看到 然後做文學研究 大家都知道嗎 一定是一直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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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前面的企業做了好久 為了讓大家克制一點 所以出現了一個東西叫做列印點數 彩色印一次扣兩點 黑白印一次扣一點 那問題來了 大家怎麼知道自己剩下的點數 原本廠商是有提供一個EXE執行檔 它可以在右下角查詢目前登入使用者的點數 因為我們那邊是需要用到使用者上去做登入 但是 只要有一個人的列印點數不足 那一個EXE就會開始通知全所的人 有人列印點數不足了 然後這個時候我的辦公室就會開始被電話DDoS 唯有人的列印點數不足可以快去幫他加值嗎 所以我上司就做了這個決定 不要把這個EXE發下去 那大家怎麼查詢剩下的點數 如果說有一個研究員要查詢 那就是研究員問腿骨 腿骨再問腿骨上司 腿骨上司查完以後告訴腿骨 腿骨再回報研究員 好 那如果有很多個研究員要查詢呢 腿骨crash 然後在某次崩潰後就下定決心執行它嘛 但是我沒有原始碼 所以就找柴啦 然後有幾個選項 第一個就是修好它會通知所有人的BUG 但是真的很麻煩所以算了 然後再來分析它Post的出去查詢的資料 然後在模擬發送來查詢剩下的點數 是可以考慮做做看的 然後或者是說第三個 利用它本來的EXE串接到WEB上面去 也是可以考慮 實際上我用Wireshark去攔截風暴後 發現是沒有看過的通訊協定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只好先跳過 所以第二條路走不通那就走第三條嘛 然後直接把它抓進OLiDebug 分析一下它做了些什麼 我就跟跟跟跟跟跟 跟到最後它好像發現那個COWBY123 在這個地方它這邊有寫1 那個地方就是我的使用者帳號 但是拜託大家不要去念它 我怕被大會用COG驅逐出場 然後它那個地方的語法大概是這個樣子 MoveEX 然後後面是使用者ID儲存的地址 然後它的意思就是說 把使用者ID儲存的地址 會移動到EX裡面 EX那個CPU暫存器裡面去 好 那我就把那個暫存器 那個地址裡面的值 改成隔壁同志的試試看 原本是COWBY123 現在是MINGYYY 希望看得清楚啦 然後真的查到了 它有189點 也就是說 我只要修改送出去的ID 就可以去查詢別人的資料 但是我需要一個 可以儲存使用者ID的地方 你還記得剛剛這個畫面嗎 紅色的地方 它有一堆用不到的資訊 然後我就把它先填領 然後再填成隔壁同志的帳號 就把這個地方當變數有 把使用者ID儲存的地址 它剛剛Move的那個地址 改成我們剛剛填進同志的那個帳號 這樣子在Binary裡面 就可以直接看得到 MINGYYY 這個地方把它當變數用 然後成品 之後會整個做出來的成品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我可以先執行我的程式 然後後面傳遞的參數 就是我要查詢的使用者帳號 它就會回報它剩下的點數 然後它整個流程就是 先接收傳入的參數 就是我們要查詢的ID 然後執行一個我們自己的執行檔 我們的執行檔會去修改那個Binary 去把它改成我們要查詢的ID 然後執行改過的鏈點數查詢程式 再去讀取記憶體中那個鏈點數 讀取到的 從server中獲取的鏈點數 然後最後再結束那一個程式 然後 首先就是比較簡單的說 首先先用任意語言 建立一個新的專案 然後時間有限 讀檔寫檔的部分 應該就不用教 學校都有講 然後 然後用我們的exe 直接執行修改過後的組程式 這時候它查詢到的鏈點數 就是我們傳入的ID 然後執行起來之後 記憶體裡面就會有那個ID的 鏈點數的資料 之後 Windows API 裡面有一個 Windows API 函數叫做 Read Process Memory 然後就用這個函數來讀取 那個處理程序裡面的數值 就是讀取人家的鏈點數 把它讀出來 最後用指令的方式 就可以查詢剩餘的鏈點數了 然後之後再用簡單的PHP PHP可以在線上執行comment line 那就只把它串上PHP 去執行這個東西 這樣子人家就可以在網頁上 去查詢這個地方了 所以後來 身為一個 的駭客 所以網站寫完以後 自己要來挖一下自己的東西 因為這邊做還蠻多可怕的人 我覺得我不挖 等一下一定會被踢爆 然後PHP接收到CMD指令 實際上是長這個樣子 它執行的時候是長這個樣子 如果說有 因為我是架在Windows上面 Windows 大家有用過Windows command line 應該都會知道說 這個字源是可以連接兩個指令的 我剛剛就做了一個小實驗 我用自己的ID為例 CWBR123 and DIR DIR在Windows裡面 就是列出資料夾的意思 它傳進去變成這個樣子 它真的執行了 所以就是之後 真的要讓大家使用這個東西的時候 因為對象是Windows 3還好 而且 鎖內的網路其實是 跟對外是切開的 然後比這台更危險的主機還有很多 鎖內的網路是切開 所以等於說 但是還是一樣要做好過濾 然後再來 我的講的東西就是到這邊 然後再來就是 大家所謂的工商服務時間 然後首先由於去年跟前年都還是沒 都沒爭到 我只好再幫他爭一次了 然後這次我附上QR Code 去年可是沒有給QR Code的關係 然後再來的Decoration of Hacker 如果說你對資安有興趣 也對我們想做的事情有興趣 可以到這邊來了解我們 也可以在FB上搜尋 你的Decoration of Hacker 但是PIN它沒有用 然後等一下還有我們總召集員的Lightning Talk 敬請期待 謝謝 然後剩下的時間還有剩下2分07秒 就給大家Q&A 然後盡量是問跟我這次議程有關的東西 謝謝 一定要這樣嗎 講啊 那點數它可以查詢 那點數它可以查詢 那它可以寫入嗎 它寫入的權限在主機端 但是我不知道說它送出去的那個ID 有沒有做檢驗 所以說不定可以用別人的ID來印印看 我不確定我沒有去踹過 還有人有其他的問題嗎 咦沒有嗎我還有1分鐘欸 你有考慮過直接把那個 webserver webserver直接寫成show call 然後直接inject在那個exe裡面 到它每次call的時候你就直接 就是webserver直接做在裡面這樣子 我是沒有試過 因為我時間沒有很多 所以我就 用比較簡單的做法去做 我一開始原本是想走第一條路 但是走第一條路的話 它會通知所有人的bug 卻並不是每一次都會觸發 所以沒有人知道觸發的條件是什麼 有時候會通知有時候不會通知 所以那個說真的也不知道怎麼下去找 還有什麼其他問題嗎 沒有的話就到這邊囉 可以幫你燈嗎 不可以 好 那謝謝腿骨為我們帶來這麼暴力 不是 這麼精采的演講 謝謝 następ 謝謝